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一下 如何做分析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 什么产品 什么产品利润最高 或者是哪些主要的城市 哪些主要的客户 对不对 是我们的主客户 主产品 这都很重要啊 举例来说 假如说今天我们那个中山区 我要去派那个筛检车出去 我想要知道到哪一个地方 哪几个领 我们应该有二三四十个领 哪几个领 可能配合度比较高 我们先去坐那边嘛 先把成效先做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老板想要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就先做出来给他看 所以第一 插入书纽分析表 插入书纽分析表 为什么在这边 在越左边一定越重要 请问一下 表格的左边 插入表格的左边 有一个插入书纽分析表 因为书纽分析表格 当然表格类的 是不是都应该放在一起 这样可以理解了 原来那个书纽分析表 应该放在什么 表格的隔壁 因为都是表格 所以点选 插入书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想要去看说 哪些客户 哪些产品 是用勾选的方式哦 好 例如说 假设我们先去看一下 哪些类别好了 类别 就是产品的类别 然后呢 然后理论 这两个都打勾 然后最好不要给老板看资料表 而应该看什么 统计图 好 统计图 所以在这边 书纽分析图 直接按确定 而且最好 最好是这个 是阿拉伯数字 对不对 这个数字就要由大排到小了 这没有例外的 因为老板 这时候你去看 技术还是办公用品 我知道你希望呈现那个数值 但是我觉得你排序一下 那个数值根本就 根本就只需要标第一个就好了 不需要去标第二个 第三个 好 我们排序一下 所以这边 这个 这个 然后排序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排序 由大排到小 好 所以办公用品 最多技术 加剧 十次跟最后 可以吗 好 可是我觉得这样分析是不够的 这样分析是不够 因为通常有时候 我们会想要知道 就是说 在 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在哪些地区 什么叫在哪些地区 就是说 假设我有分什么 华中地区 因为我们这边的资料是 来自于微软公司 大数据分析 它是拿大陆 大陆超级市场 对 超市的资料 来去做分析 好 所以我就想要知道 在哪些地区 假设你想要进一步的知道 在哪些地区的一个分析 所以这个时候 松牛分析表看到分析 分析里面有一个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点它 假设我想要知道哪些客户 或者是哪些国家 像我想要知道哪些地区好了 或者是 我想要知道哪些子类别 这都可以去做分析 好 点选 确定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在做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看 弹工用顶跟技术差不多 对不对 至少我知道是这样子的情形 那我在 例如说中南地区 有看到吗 这个阶梯状慢慢出来了 西北地区 哇 你看 这边是不是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了 技术 为什么在西北地区这么长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到的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城市 它是长这样子 我们好像一个模型 模型 我已经建模出来了 就是不管是什么 我们大概看一下 办公用品技术 这都是最高的 好 可是为什么在西北地区 技术是不是就比较差 你们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结算到今年为止 现在已经12月了 你们可能会想到 想要知道说 那为什么有些理 已经达到例如说70%的一个筛减 可是有些理只有20%的筛减 就是类似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好 这样可以了解吗 你不要在那边 而且 而且哦 你找到这个问题点 你找到这个问题点 再去跟主管讨论 因为是不是我们可以赶快的 例如说 假设在8月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就可能赶快把那个筛减车 然后开到那个还没做筛减的那些地区 那这样成绩是会整个提升 好 可以了解哦 那重点是这个这个内容 现在是看利润嘛 现在我们是去看利润 那有时候 有时候假设我们会希望知道 那个获利跟利润之间的一个差别 这很重要哦 好 我再重新举一个例子来跟你们讲分析 好吧 就是我们现在做第一个分析 大概你知道一下 我们重新回到订单 你们这个交叉分析筛减器 要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例如说 例如说 我们刚刚在这边 我点分析插入将要分析再演去 请问刚刚是不是做完地区的分析 我可不可以再针对 例如说 这边有城市 你也可以针对城市来做分析 你也可以 例如说 加做客户好了 因为 因为他这边分类的 分类的不多 因为客户名称 这样就会一堆 一堆客户名称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来去看 筛减 筛减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会有那个 一堆的筛减的数目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就理来去做分析 好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就性别来去做分析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说 或者是年龄别 例如说45岁到55岁 55岁到65岁 65岁到75岁 就是很多选项 我比较喜欢跟你们谈这种东西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就希望说我们大家能够对市民的健康能够提高一些帮助 真的我要告诉你这个交叉分析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我在以 因为国家就是大陆 例如说产品名称好了 确定 你看我是不是又可以去做西北地区的 例如说这一个 而且你可以control键按住哦 多选几个 这都是办公用品 或者是control键按住这几个 这个意思就是西北地区刚好都没有卖这些东西 control键按住点他点他点他 有看到吗 哇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西北地区的什么家具居然是富的 有看到我现在说的这件意思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去做分析的时候 没有那么刚刚好 就只有两个项目 你可能要去看性别 比如说口腔癌跟乳癌 一定知道那个从性别上面 我们很少人在研究分析男性乳癌 可是男生会不会得到乳癌 会啊 只是那个比例太低了 可能一百个只有一个的例子 所以我们先研究女性得乳癌的那个比例 好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件事 所以你可能会有很多个交叉分析哦 去做这样子的分析 这就是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去合作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因为就我知道那个乳癌有一百三四十个栏位 一百三四十个栏位 你知道那怎么分析 所以我每次在跟卫生局讨论的时候 就在讨论我们先从几个面向里去做分析 好那我们继续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我们销售跟利润 它彼此之间应该存正比的关系法 我是这样觉得 可是如果不是呢 好那谁知道 我们先来来调查一下 因为这是整个大陆 例如说这家公司 所有的超级市场的销售跟利润的分析 我们就来看一看 好是不是 在大陆每一个超市都赚钱 这不知道 我们现在就要来做分析这件事 所以我们一样插入枢纽分析表 确定 点回去订单 重新点 好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看子类别好不好 就是我们有产品 有类别跟子类别嘛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个类别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勾销售 销售额跟什么 跟利润 那这张表就觉得蛮适合画什么 分散 就是你看这边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先用预设的预设 这边应该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就是说一个大一个小 销售额一定很高嘛 利润不太可能高过于销售额 接下来应该会很关心 那在哪一个地区啊 那个这个利润很差的是在哪一个地区 你们想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用我这个分析底下的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去把地区 地区 好点选地区确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 注意哦 桌子哦 桌子 这是我们最先会观看的 好桌子 例如说点选中南 有看到中南地区这边桌子是负的 好我们印象中至少知道这件事了 中南地区 我卖越多 那个桌子亏越多 好接下来西北 一样 对不对 这是一样的意思哦 好 也是东北 也是东北 但东北好像比较少了点 华北 好那 整家公司这桌子不要再卖了 这各个地方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亏的 干脆送算了 送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还可以打响知名度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这样子分析的话 这样子分析 我们可能还会再去观测 再继续再去观测一些 比如说从客户的角度来去看 因为是商业商务资料会是这样子来去做分析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内容 你们有没有觉得说 原来是这样做分析的 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有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假设 假设现在你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 来去 做很有效率 因为我们要服务的对象越来越多 绝对不会越来越少 那 因为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 健康的需求 那个是 是从零岁开始 只要出生开始就有这个需求 而且大家会越来越重视 越重视 那当然我们在做每一个 应该 应该所背负的责任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应该在 就是技术上面 是不是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说 你要知道 你要服务的对象在哪里 而不是别人给你的名单 或者是你从系统里面捞出来的名单 你看像你 你在网路上买一本书 他就会拆 他就会去拆 你可能对哪几本书会有兴趣 你不觉得 你未来你在挑选名单 也要这样挑吗 就是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做 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地区的居家拜访 然后这个时候 他会先排出来 哪几个是你最先应该要去的 然后你才能够 比较容易的 达成使命 举例来说 假设他列给你一个三十个名单 全部都是在上班 结果你现在去绝对都扑空 那是不是可以从资料整理这边 我们就先找出来说 可能你去的那一区 然后三十个名单 你都拜访得到的人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件事 所以在资料分析这边 我觉得应该要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要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特别特别介绍 这一项功能